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网记者提问 总理您好 前两年住院费用的异地报销问题得到了解决 极大的便利了异地就医 但是现在很多人外出打工 也有不少的老年人是异地养老 他们门诊的看病 开药还需要回原级报销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想请问门诊费用的异地报销 何时能够得到解决 谢谢 你提的问题啊 我在中国政府网的实名留言当中 也看到了这类问题 的确在一些学校门口 大家看到很多老人在接红孩子 这些老人呢 是异地养老的 甚至就是来帮子女带孩子 他们呢 经常有人为异地 报销医疗费 奔波烦恼 所以这个问题啊 应该下决心 去逐步地解决 今年 我们要 扩大 跨审 直接报销的范围 到明年年底以前 每个县 都要 确定一个 定点的医疗机构 能够 直接 报销 包括门诊费在内的 医疗费用 不能再让这些老人 为此 烦心 这件事 还有一些事 看似不大 我们政府工作人员 多负血心 就可以让老人 让家庭 多一点树心